接着这个时间给大家录笔音 讲一讲这个2月2龙台头 这个2月2龙台头是我们中华这个传统古文化 我们叫祖根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节日 他在唐朝的时候 这个比较讲究天人合一的智慧的时候成为中和节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人这一年 在这接下来的一年中 你是否能够处在中与和的状态 有着很重要的这个意义 那么传统称之为春庚节 青龙节 春龙节 那么又成为土地神的这个圣诞 土地神就是福德正山 所以是在这一天呢 又有祭社 社是社会的社 祭社 祭奠土地神的这个仪轨 那这个古代是天人合一的一个高级智慧 不是说像现代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人 看到自己的人身 那么他实际上是把人放在整个天和地中间 来看待我们人怎么兴旺 怎么发达的 那么不是单独的把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生命体 独立于天地之外 去探人的兴旺 人的发达 所以是当然 那么从我们修身文化来讲 那么这个就是比现代这个文化高级多的文明 古文明的高级智慧 那么从天这个方面来讲 这个天上有28星宿 28星宿里面分成这个四方 东方这个青龙星宿 有七个七祖星组成的 那么西方有白虎星宿 那么有这个七祖星 北方有这个玄武 南方有朱雀 中央是黄龙 所以是那么在青龙节 龙二月二龙抬头 它是从天象上来看 是东方苍龙七宿星象中 有一个角角朽 龙角的角 角朽星 这个在这个东方 这个我们早晨这个时候看的时候 它是龙角星 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 所以这个就称为什么龙抬头 它的真实意思 这是天象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在地上呢 对应着千卦 我们有千坤 八八六十四卦 千卦的九二窑 这是地 对地的对应来讲 它是对于这九二窑 就是千卦九二窑 千卦九二窑的窑词中说什么呢 它叫献龙在田 立见大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地上来讲 这个地气 经过一个冬天的沉降 地气在大家都知道 冬至日开始这个旺上升 那么到了这个二月二这一天 地气它都升华到了地表 那么刚好刚才说天龙之象 这个在地表上交接 地气也到地表上交接 所以是这个在这个九二的这个 咬词后面 它有个项月 献龙在田 得施仆也 得是什么 得在我们修行 叫明明德 修真文化里面 它叫明明德 明明德是一种透量 透量的气 叫明德之气 说得施仆也 那实际上是天气地气 下降以后交汇在地表 形成的明德之气 开始在大地上广泛的 这个布施 广泛的流布 广泛的传播 所以是得施 普也 普是广大 施是给予 布施 这个流布 是这个意思 那么所以是 那么在人来讲 这是天地 在人来讲 孔子曾经有句话 说什么是龙啊 在人体 我们是龙的传人 我们这个整个中国人的后代 都称为龙的传人 那么什么是龙啊 说孔子说 龙啊 得而 争重者也 就是说 你体内充满了明德之气的人 他这个 是人忠 既正 又且忠的 征重者也 是 这个 你是一个 堂堂的 君子 一个大人 所以为什么叫 立见大人 立见大人 不是像有一些教授翻译 就说 你要去找贵人 你知道 立见大人 是立于自己体内的大人 由君子上升到大人的这个水平 大人 得势的君子为大人 所以是 龙者 得而 争重者也 那么我们人 是否要借助 二月二龙抬头 这样一个殊胜的时刻 来完成体内的气的一个中和 一个在体内内天地间 广泛的流布 把它充满德 充满 德是充满的天气地气 体内的天气地气 胸腔的中气 那么是否能够充满 能够充足 如果你充足 你得了这个中和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年之中 你就是一个君子 君子 那么你发挥的好 就可以成为大人 所以说我们年初办了开院 开院反会 那么借着这个二月二龙抬头 再给你把这个运程真正开 运程真正开 你一定要有德气德能 你一定这个德气不是虚的说 我有道德我有品的 那这个德气是什么 德气就是明明之气 就是透亮的 透亮的那股真气 这是明明德 所以我们借助中和节要做一系列的活动 来完成这个中和 就是借着天地的中和 完成人的内天地的中和 使自己的德能德气 充沛 这也是我们这个二月二龙抬头 这一天要帮助大家完成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使命 就完成这件事 所以是具体的一些细节呢 我会在二月二的这个传法 修法这个环节中给大家做两个小时的 一个小时的开始 一个小时的修法 我们这个在古代 大家都称我们中国人为龙的传人 是龙德的传人 就是我们懂得天人合一 我们懂得利用天地和的时间 修自己内天地的和 所以是我们懂得用龙德 所以是我们是龙的传人 具体的细节 在二月二的那个传法法会上面 我会给大家再细讲 好 谢谢大家的聆听 希望大家积极地行动起来 积极地参与到这个 我们自修自证 以及到利乐人天 普度众生 这样的一个时空点 去相应 积极地参与进来 好 谢谢大家